大家好,欢迎大家又来到美丽周三直播间 其实今天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 好像都只有我一个人不用担心 我们今天有一位顶级的国际化妆师会跟我一起来做我们今天美丽周三 其实这个我们这一位彩妆师我约了很久很久 我几乎是从第一期我们美丽周三开始就跟他在调时间 才能瞧到今天他终于可以来到我们美丽周三的现场 然后我们一起玫瑰花火箭不管你们有什么都刷起来 欢迎我们的彩妆师Hiton老师 Hi everybody 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开启美丽周三 我是Hiton两号大家好 好我知道我们Hiton老师在我们的彩妆界已经奉行了十年 十年的经验那么多 然后也跟很多我们的大台女明星都有合作过 我就想Hiton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介绍一下 你都有跟哪一些女明星合作过呢 比如周林蔡 蔡一林 蔡 龙祖二 哇都是天后级的人嘛 那我就继续再来八卦一下 因为你都跟那么多的女明星合作过 可能我们平时都没有很多机会 可以跟她们近距离去接触 但是你就可以跟她们的距离是非常非常的亲近 我就想问她们是不是皮肤都是看上去的那么好的呢 都好耶 都很好 都很好 没有说谁最好这样 哇坑 没有啦 好好好我明白我明白 其实我相信女明星们应该都是护肤做得很好 所以她们才可以在彩妆都可以做得很好 肯定 好的 那其实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都是之前很多 是我们每一周三的粉丝都有跟我们的 NZ老师 Cony老师的客友听 相信大家也会知道 我们护肤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中呢 补水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听说过一句话 在彩妆界里面就说到 如果我们的底妆没有化碎 那我们后面那时候的造型都白费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对对 底妆不到位的话 你就当然都毁了 哦 那其实我们的底妆为什么那么重要 如果你就好像打个比方说 画家不可能用一张报纸来做画 就肯定是用白纸 你只有底妆就好像个白纸 你后续的眼影啊 口红啊 眼睛啊 等等 眼影那些才能画得好 甚至才会 对 好的 那我就再进一步问一下 嗯 其实就平常我们其实很多人 相信很多学工专家伙伴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画那个底妆 那你觉得我们要画好一个底妆 要把底妆做得很完美 我们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 或者是有什么关键点是你认为很重要的 嗯 首先要认知自己的肌肤的类型 因为你不同的肌肤用的粉底液也不一样 是的 然后呃还有就是工具 嗯 因为像传电传电的工具有几种了 就是有我们的刷子 刷子 是的刷子 刷子 没错 然后还有我们的美妆弹 嗯 是的 还有 还有 还有第三种 嗯 手 我们的手 我们的手 对 都可以的 哦 原来是这样子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嗯 就好像比较水润的粉底液 就好像我们这一款 脆尔润泽粉底液 嗯 就它非常的水润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流动性非常 延长性非常的好 流动性也很强 哦 如果你用刷子的话呢 它会造成这样子 给大家准备了看一下 就一缕一缕的 会吸走里面的水分 铺子也是一样 所以用手的话呢 上 上了之后 再去用铺子 拍打均匀 你指纹的部分就可以 哦 这样子是非常好 所以就是像这个刷子啊 我想象一下 有点像我们 就是可能平时 有个小伙伴家里 在刷那个墙 对 刷墙一样 可能刷起来 就会有一个痕迹 刮着这样下来 斑驳 斑驳是吧 所以就是像我们脆呀 润泽粉底液这样 就是精华液比较多 然后就是有效成分 也比较好的 对 它里面含有 澳洲坚果油 澳洲坚果油 对 还有像日葵子油 像日葵子油 对 所以这两个呢 是润走我们的肌肤 对干性肌肤特别的好 如果你吸走了 那浪费了吗 浪费了 都是有效成分 都被刷子给吸走 对 而不是给我们的肌肤 对 然后原来是这样子 那刚刚听 Kipon老师介绍 我们的脆亚润泽粉底液 里面有澳洲坚果油 对的 还有像日葵子油 对 这样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 做一个就是 润色提亮 对 滋润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 在我们美肤的同时 可以 双重养肤的一个功效 可以养肤 化妆的同时 还可以美肤 双重功效 原来是这样子 对 老师 我是今天呢 其实带着蛮多的疑问 就是跟你合作的 那所以呢 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我觉得 平时就算我不管 就是跟你微信也好啊 或者是 其他的沟通工具也好 去问你一些 底妆的问题 可能我 就资质有限 可能我也没有 get到很多的底 没有 我就很想 今天亲眼可以看你 去打造一个底妆 然后我就偷偷的 就准备了 一位美丽的 活着小姐姐 怎么我不知道 你不需要知道的太多 是的 然后呢 我们美丽的 模特小姐姐呢 提前呢 已经用了我们的 特样美白系列 就是做了一个 妆前的护肤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请出 我们的模特 Emma 然后今天再 来上模特 是的 是的 我们就可以 今天请到 黑糖老师 跟我们模特一起 再给大家示范 我们一个 完美的底妆 可以怎样去打造 但是在上妆之前 我还有一个 小小的问题 想要问一下 黑糖老师 想请教 我每一次 去买 那个粉底的时候 我总是很纠结 我应该选一个 怎样的色号 才是适合我的 可不可以给我 就是织一下妆 那很简单 就好像我妆面上 有两瓶粉底液 我也不知道 它用哪个眼色 对不对 两瓶粉底液 就不知道用哪个颜色 但是的话呢 我可以 就是先挤在我们的手背上 都先挤在我们手背上 你不知道怎么去 选粉底液的颜色 没有关系 挤上去 然后在我们的脸颊和 脖子交界处的位置 先点上去 好就是在盖 点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的话呢 去看一下 哪个更接近 我们脖子的颜色 然后比皮肤亮一度 就好了 要比皮肤要亮一度的颜色 对 就不是挑最合适的 对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看起来会更加亮丽啊 就是不会暗沉啊 就是显得更精神一些 对对 原来是这样 就不可以挑刚刚好 对 刚刚好是 其实也是很难挑 对 对很难挑 对 哦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好的 那就麻烦我们 Hiton老师 给我们演示一下 先把粉底液 抵在手上 好的 像摩特的皮肤呢 比较白激 所以给他选择的是一个加压白 是的 嘿老师啊 就是在你上的时候 我啊 就是也是 就把握这个机会 我就继续提我的 平日常小疑问啊 我平时在上一些粉底液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上完可能会有一些拔肝 或者是觉得有点闷闷的 有没有什么原因吗 是 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吗 因为你选择粉底液 可能就没选对了 因为 你肯定又选择对呀 粉底液 哦 因为 塞亚粉底液里面的 澳洲坚果油 刚才有提到 就是可以润泽体量 那第二个的话呢 它里面还有棕绒和红花籽 棕绒是一个美白黄金 美白黄金 对 还有的话呢 红花籽油可以 让我们的肌肤 微循环加速 加速微循环 气色就会好 可以达到一个提亮肤色 然后里面还有 橙皮跟提取物 橙皮跟提取物的话呢 它可以让我们的妆容 更加持久 和不暗沉 那今天就先说一下 怎么用手去上 干净皮肤的用法 好的 先均匀的 把粉底液点在脸上 不要太多 也不要太心底 好 就均匀的去扑开 就不能太贪心 对 少量多次 少量多次 对 像模特的话呢 皮肤虽然有一些小瑕疵 但是也可以 覆盖的 对 因为看上去 我从我这边讲 它滋润的同时还可以 呃 它有提亮效果也不错 它的光头部也不错 是的 因为我就记得 你刚刚就说到 我们的脆亚润泽粉底液里面呢 就有那个松茸的精华 我的印象很深刻啊 之前我听那个 Winsey老师也有提过 就我们的脆亚美白系列里面 也有松茸精华提取物 就刚刚你也说了 那个松茸精华是美白黄金嘛 对 是的 就是很有效的一个成分 可以帮助我们去做提亮肤色 难怪我们的粉底液 现在在Emma的脸上 看上去那个光泽度跟亮度 那么的足啊 它真的很棒 那个微闪 就好像在皮肤里面 透出来的脂腱 它里面还有矿物质粉 矿物质粉呢 可以根据光线去调节 然后折射 热化我们的瑕疵 哦 还能这样 对 真的是很万能的一个粉底液 而且里面的 它粉底液的粘稠度比较高嘛 所以的话延展性很好的同时呢 它里面的有效副副成分 是非常好 哦 哎 对了 我还之前有听过一些小伙伴 曾经就是也有想了解 就是他们会比如说看到一些其他的可能是文章或者是一些新闻吧 就是说其实化妆会对皮肤不好的 其实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什么鬼话 就化妆不会对皮肤不好 只是说你卸妆不彻底才会造成这样的 哦所以其实化妆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对 问题是出在我们怎样去保护自己去做卸妆这一步 哦我明白了 哎现在真的是 那不到五分钟就可以完成整个底妆 很快 其实我看一下手表 你就顶多用了五分钟你就做完底妆了 嗯 在瑕疵的部位可以叠下去遮一下 大厂这个遮瑕 就轻轻按一下就可以了 对 马上那些小瑕疵都消失了 再用粉肤去按匀我们的指纹部分 哦 所以其实只要用对了成品 然后稍稍有一点点的小技巧 我们留意到就可以打算一个很完美很无瑕 对 可以上课写看一下现在皮肤 葡萄皮肤的状态 是非常的水润 对啊那些就是光泽 真的是很像奶油鸡 嗯 吹糖可破 是啊就很想去摸一下 光彩度非常棒非常棒 Emma的肤色都被提亮了 嗯但是我觉得有点欠缺 嗯你觉得缺了一点颜色 对气色 气色是吧 嗯不过不怕 今天给大家带到一个干货技巧 就是利用我们的一个唇膏去打刀 哦还可以这样 唇甲两用 好的好的 赶快给我们直播间小伙伴演示一下我们怎么用 现在我们的脸上画个心形 心形 对 这样会让你的一整天的心情都比较好吗 是啊 女生 尤其女生都很爱看到心形 然后再去稍稍的晕开 找到我们苹果肌的位置 哦 就不要超过这条线 不要超过这条线 唇翼的平衡线 对还有眼角 稍稍稍的去拦开 我看到我留意到你是用我们的那个无名指再去做这个推的动作 对 所以因为力度比较轻是不是 对 用我们的阴力 对 哦 呵护我们的肌肤 就不要用蛮劲 用蛮劲就会拉扯出皱纹啊 肛纹啊 哦 所以我们的皱纹都是自己把它做出来的 轻轻拍打就可以 对 轻轻晕开 这个颜色很适合Emma 嗯 比较有活力 是的 这个橘色比较有活力 很俏力 放完了之后呢 再去上唇膏的部分 那这个就没有平常我们会担心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唇装跟我们的腮红颜色太俏了 就或者是不搭 现在我们都是用完全一样的颜色去打造 那我们就很配很配了 对的 我们Hiton老师给我们今天这个小技巧真的是非常棒哦 做稍微一下 好的 现在就可以看到Emma的气色都被提亮起来了 给一个镜子给她自己看一下 好啊 好啊 我现在就是访问一下Emma 因为都是我们在旁边来看你 就是现在气色还有整体的底妆都是非常非常棒 那你自己在上这个粉底的过程里面 你觉得是怎么样呢 嗯 我觉得妆容非常自然 而且很轻薄无负担 哦 太棒了 好我们现在Emma都是我们现在Emma就完全是一个零修图的一个底妆 就可以出去呃做一个自拍啊 我们就可以发朋友圈啊 我们就可以发Facebook啊 Twitter啊这些了 好今天谢谢我们Emma给我们做模特去做这个示范 谢谢 好谢谢 好的 那我们就又回来了 好 现在我们今天非常感谢Hiton老师用那么短的一个时间可以让我们把一个底妆打造完成 还不止底妆哦 还包括我们的腮红还有唇膏都有上很完整 非常非常的棒 我们再次感谢Hiton老师 然后呢我们刚刚其实Hiton老师在做的底妆的时候有一些小步骤我现在稍稍跟大家重复一下 也希望大家也可以记下来 首先第一个要点就是要选对我们的粉底液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的翠亚润泽粉底液里面含有澳洲坚果油 还有向日葵子油 还有包括我们的松茸精华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成分 那就再包括我们的红花紫油 还有一系列的这种有效的成分呢 才能让我们的翠亚润泽粉底液可以为大家带有那么棒的效果 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要选择我们的工具 我们的彩妆底妆用的工具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说我们干性皮膚呢 就要用到我比如说我们的手指 手指才是让帮助我们去上一个微暇的底妆 那再接下来呢就是上妆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用到少量多次这个红花紫对吧 就不要太贪心 不要一下子 对对地上去 对对地上去还可能会推不开 对的 好那趁现在这个机会呢非常难得 我们就请到Hiton老师过来这边 我们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在评论区的小伙伴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Hiton老师的 好我拿一下我的iPad看一下 还有这么多问题 好来谁怕谁 好的看你一下 马上就有一位小伙伴我们的小马 看上去估计是一位男生 男生 对我猜他是男生 因为他直接就是问油性肌肤怎么办 油性肌肤怎么去上这个地方 油性肌肤啊如果你选择的是水润的分泌液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用粉扑 这杯水不是准备给我喝的 你不能喝这杯水 对 这杯水呢是拿来泡这个美妆蛋 然后把里面的水分完全挤干 挤干 挤干 给大家看 好的 按轻轻的按 盘开 轻轻按盘开 就这样子把粉 推进前屏我的毛口 这样皮肤看起来更加光滑 妆效会更加的持久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子轻轻的拍 没有用力按的话呢 油性肌肤容易出油 出油的话就会这样 壮蚣薄粉 哦 所以的话手法也是非常重要 手法也是很重要 对 好的明白 那不用太大力哦 不能太大力 真的是要再一次跟各位小伙伴强调一下 我们无论是我们用我们的护肤品 还是我们的彩妆产品 我们都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力度 你跟你自己的脸不是仇人啊 不要用死力去戳它 死力戳它就会产生肝纹和皱纹 对的 一定要轻轻的去呵护它 你会当做你是在给一个豆腐 再上一个彩妆 或者是给它用护肤品一样 没错 对要呵护它 刚刚还有一位小伙伴 这位小伙伴可能刚刚还没有进来直播间时间比较晚一点点 他也问到干净皮肤 那就可能麻烦 Hiton老师再讲一遍我们干净皮肤可能要用的工具 我们再说一次我们用一个大家都有的工具 手用手因为粉底液比较水润的时候 用手可以保留粉底液里面的精华 护肤功效 用手的话不会浪费掉里面的尊贵成分 如果你用刷子的话 那个力度就削弱了 就是把我们的里面精华液或者是一些有效的成分都会随着刷子 就会被刷走了 可能剩下的量就没有很多 在我们的肌肤上面 所以就是我们比较推荐是用手去上是吧 对 好的 然后呢 就是关注那个肌肤类型啊 其实也有一位小伙伴是 这位小伙伴的名字我非常非常喜欢 我非常爱他的名字 可爱又迷人的反拍 我也很喜欢这样的反拍 然后这一位小伙伴问到 混合性皮肤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混合性的话呢 混合看你是偏干还是偏有 混干的话呢 其实没有太大的注意要点 看你喜欢镜面妆感还是雾面妆感 如果是喜欢雾面妆感的话 的话呢就用粉扑了 如果你喜欢镜面的话用手了 就像对于这款粉底液来说的话呢 它精华液是它最大的一个好处 嗯 所以的话你要珍惜里面的精华液就这样子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一直就想反复去强调 我们脆亚润的粉底液 是可以达到美肤的同时又可以养肤 对 就是得益于我们里面的很好很好 好的成分 好那再有一位小伙伴呢 就是说就问到 呃平时他也是比较喜欢用手的 但是就会问会不会没有 美妆蛋的那个效果好 那就请陈老师解答一下 因皮肤而异 因皮肤而异 就你想遮瑕一点的话 你还可以再次结架的 刚才有提到过 嗯 就是我们在用手上完之后 嗯 如果我希望就是 呃 比如说 在瑕疵座的位置 对 配合我们的美妆蛋的 对的没错 使用 而且刚刚老师在我们模特 在试换的时候 我也留意到一个小细节 是老师有提到 我们其实手指 大家都知道我们手指是有指纹的 对 可能指纹呢 还是会稍稍带了一些印在脸上 对 可以用美妆蛋 对 这样把它印开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每一位提问的小伙伴 我看一下 我有没有漏掉大家的问题哦 看一下 好的 大家感谢老师回答的问题 都是比较有礼貌的各位 星星花火见车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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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看到有一个 嗯 就是 在 在 涂面双半 对 干净几乎就像涂面双半 没有错 因为这款粉件很好推啊 你就像涂面双半的去涂就可以了 就是保证它的那个湿润度 对对 就保留在那一边 哦 好的好的 谢谢大家 不用定装了吗 有一位问到定装的问题 老师 嗯 刚刚提到的局部病床是指的哪里 哪里是局部 呃 一般的话呢 是好像油性肌肤的话呢 嗯 就会在我们的 皮区吗 皮区 哦 鼻子 鼻一两边 下巴 然后额头 然后如果是干性肌肤的话呢 干性肌肤的话 然后脸颊都比较干了 这两边就不定了 就不定 对 哦 原来是这样 就是要把我们的可能平时 这个脸颊两颊两边 尤其是混合性皮肤 嗯 或者是干性皮肤两边都会比较干 对 这些地方可能我们就不需要定了 对 或者轻轻定就不用着重去定 哦 好的 然后我发现有一位小伙伴问了一个超纲的问题 但实际上我相信我们黑肯老师也是有准备的 就问到气垫什么时候用效果最好 气垫 你看这边有个气垫 对 对啊 气垫粉底霜 嗯 粉底 气垫粉底霜的话呢 它可以双转粉 然后的话呢 你不定妆也是没关系 而且气垫嘛 它外出比较方便 就可以随身携带 对 随身携带 比较小巧 对 如果像油性肌肤的话呢 像这个裤子它比较实用 就是在可以更加持妆了 因为这个裤子的密度会比较高 哦 就可以让它那些油分都会先吸走 对 明白 就把皮肤上的油分先吸走 然后再把它那个粉底霜的可以留在脸上 一般呢 我比较建议呢 就是大家用粉底霜出去的时候 再带上这个补妆 就两股目 哦 真的是为我们想的很周到很贴心 就是我们在家就可以用我们的粉底液 我们出门的时候呢 比如说出差啊 对啊 旅行啊 就大家不是很方便 对啊 平平观观 平平观观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上我们的皮肤 对 好的 然后有一位小伙伴就问到 如果眼睛周围不擦 或者有色差 不擦粉底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应该没有理解错是不是 眼妆有分享吗 眼妆下一期 那眼睛周围不擦有色差 就好像我们的每个人眼周有血管 或者黑眼圈 大部分人都会熬夜 你不擦眼周肯定会有色差 嗯 如果这款粉底液还可以遮黑眼圈 因为它非常水润的同时 就呃 像刚才的模特吧 它有一点点的黑眼圈 在这个位置稍稍做一个提亮 就三角区这个位置 做一个提亮就可以弱化掉 所以就是还是会有的 我们就要兼顾到我们的眼周 也是要注意到的 好的 然后有一位小伙伴 就是赞同我们老师的一个讲法 就是说气垫用完之后 感觉比较湿润 嗯 是的 好 然后就是有提到说粉底液跟那个气垫 可能那个先后顺序 刚刚我们其实有提到说 用完 比如说在家用完粉底液 嗯 可能我们在出门的时候 需要补妆的时候 我们可以就用上气垫 对 大老师这样说法 嗯 好的 好 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 已经 已经有 有小伙伴在预定下期的眼妆 眼妆后 如何用气垫补妆 哎 这个 我觉得这个小技巧 我也很好奇 我经常觉得很难的 嗯 用纸巾先把你出油的位置的部分的油 嗯 吸掉之后再去补 这样的持妆效果会更久 因为如果你直接上的话呢 你的油跟的铺子很脏 第一个 第二个会融为一体 就油分 可能会更脏 对 更脏 或者是 会堵住毛孔 斑驳 对 斑驳 对 就混在 因为混在一起 哦 你先把用纸巾 油分吸走了之后 再去用气垫补 因为我是这样理解 刚刚老师的说法的 就有点像我们最一开始节目的时候 老师有问到 有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画画 我们是用什么画 我们是用白纸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 其实我们如果有稍稍有点出油的时候 我们想要补妆 我们就尽量希望把我们的皮肤变回一个白纸 然后我们再在上面去做补妆这个工作呢 就会更加好 效果更大 对的 好的 我发现我们其实很多小伙伴很心急 因为我觉得他们肯定是因为听了我们老师今天讲 这个底妆啊 觉得很受用 所以很多很多人就开始在问 已经开始超纲了 你们开始在问眼妆的 开始在问唇膏的 你们不要那么心急好不好 你们再那么心急老师就让你们把头寄来了 把头寄过来 好的 我们大概今天可能问的问题 就是这么多 我们再接受议题的问答吧 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哪位小伙伴是关于底妆的问题 是想要再问我们的Hiton老师最后一个问题 看一下有没有如何搭配才更好 什么跟什么的搭配 对 对 看一下这一位欢声笑语 这个名字也很好 看一下 哇都被那些送东西的刷 对刷走了 几乎被顶掉了 看一下你有没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关于你疑问 如何搭配才更好 搭配唇膏吗 暂时可能没有说到 需要使用两款不同的底妆做修容吗 这个我们点 这个嗯 像粉底液的话呢 你着重于在你这个三角区的部位 就是好像我这里有光灯光 三角区的部位 你先点在这个位置 晕开的话呢 旁边脸两边自然就是暗了 不需要你再用多一个粉底液去做修容 哦就是哎那我原来还以为呢 比如说像我们的 吹亚粉底液它不是有两个色号吗 我就以为说我需要 可能需要原来做高光的地方 我就要用浅一点的颜色 然后比如说两边像我就可能两边需要用深一点的色号 就不需要这么麻烦的 其实原理是没有错的 但是不需要这么麻烦 因为你出去的话 你出去的话看不到 就灯光 灯光的时候才能看得到 就像我们可能今天在直播间 在那么灯那么多的情况下才能看得出来 就其实我们日常使用 我们不需要这样子 好的 好非常非常感谢我们 Hiton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关于底妆的直播 也非常非常感谢Hiton老师带给我们那么多的小技巧 包括我们怎样去用工具啊 包括我们怎样去根据我们的肤质去选择更合适的工具 包括我们的手 我们双手不用花钱 每个人都有的双手 真皮的 对啊 真皮的还真的是 真皮有温度 确实是 好 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的Hiton老师 谢谢 那请大家呢也关注我们美丽周三 美丽周三 好下一期见 让你美丽 so easy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拜拜